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 蛋白质的特性 今天的大纲是包括 蛋白质特性的简介 蛋白质主要的成分 还有必须氨基酸 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那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说 要认识而且了解 蛋白质的特性 认识并了解蛋白质主要的成分 并了解所谓的必须氨基酸 而且要认识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那所谓蛋白质的特性 这边我们认为说 蛋白质protein 在希腊含义为最重要的物质 人体的每个细胞 含有十万个蛋白质 每个蛋白质约有五十至数千个氨基酸 氨基酸的排列组合 以及折叠形态将会影响它的生理功能 主要的功能包括 维持生命生长 以及人体的修护器官的组织 还有维持血液的酸碱平衡 提供蛋元以及热量的来源 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那蛋白质的器官以及内分泌线的主要材料 蛋白质是构成肌肉 气官以及内分泌线的主要材料 每一个活的细胞以及体液 均含有蛋白质 蛋白质分解后的氨基酸 是提供生命中用来建立 以及不断制泛体细胞所需要的原料 比如说调解人类的不同生化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蛋代谢的平衡 体组织的蛋白质进入瓦解的时候 它就叫做蛋的抑化作用 饮食中蛋白质和氨基酸进入人体形成 体组织之合成 称为蛋的同化作用 那所谓蛋的平衡 是说身体中除了蛋白质外 还有其他的含氮物质 比如说尿素 尿酸 积酸 以及酵素 还有蛋等 那其中呢 身体健康正常的状态之下 都会维持 蛋的平衡 一般人会在饮食中 所摄取与排出的蛋 维持蛋的平衡 那蛋白质的主要成分 是有碳 氢 氧 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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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四种元素所构成的 蛋白质约有16%的含氮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糖类跟脂肪一起结合而成 所以构成蛋白质的其他元素 还有像硫 磷 铁 铜 等元素 蛋白质是许多氨基酸以生态件连接而成的 蛋白质是许多氨基酸以生态件连接而成 也就是说一个氨基酸跟另外一个氨基酸的缩基结合的时候脱水而成的 那蛋白质的分子量可以由一万三千到几百万 所以蛋白质的分子比糖类跟脂肪大很多 那这个是氨基酸的基本结构 所以呢 他就有一个氨基在这里 然后呢 有一个缩基 那这个呢 就是他的方向基 那这个这个基呢 就是会表示说有其他 不管是任何的氨基酸 他这个都是会有变化 也就是说一个蛋 一个 这个 蛋元素 他呢 就是结合了氨基 以及缩基 那在细胞中的蛋白质 占了15% 蛋白质占了15% 也就是说细胞中除了70%的水分之外 蛋白质大概有15% 也就是说含量最多的有机分子 那分布在细胞膜跟细胞的细胞质跟其他的包气中 那细胞膜的蛋白质是参与物质的渗透 还有可以当作荷尔蒙的一个受气 那或者是作为组织的连结 以及酵素等作用 那在人体的肌肉中含有一些肌纤维 那这个肌纤维呢 是由肌宁蛋白以及肌冻蛋白所构成的 那护着肌肉的收缩作用 那其他呢 像骨骼 以及牙齿 皮层 还有毛发 也都含有独特的纤维状的胶原蛋白 以及弹力蛋白 那氨基酸有50种以上 那在蛋白质呢 约有22种 也就是说 蛋白质能够提供蛋元 由氨基所组成 氨基酸所组成 那依照一定的比例 以及形式排列而成 在自然界中的氨基酸有50种以上 而对于人体或者是营养学而言 并存在在蛋白质中的就只有22种 那所谓的必须氨基酸 是指 必须从食物中获得 无法被人体所合成的 我们称为必须氨基酸 包括 易白氨酸 白氨酸 利氨酸 甲硫氨酸 本柄氨酸 腔钉氨酸 色氨酸 结氨酸 那金氨酸 以及主氨酸呢 是成长中的婴儿 以及病患 他们的必须氨基酸 所以呢 一共有10种 那对于这个婴儿以及病患而言 就是说除了那个8种必须氨基酸之外 还特别加了金氨酸以及主氨酸 而且都是具有不同的支链 这些必须氨基酸都有不同的支链 那所谓的非必须氨基酸 就是说 人们可以自行合成 不一定要从食物中获得 那包括像 丙氨酸 天 天门冬酸 冬氨酸 以及福氨酸 还有肝氨酸 羌丁浦氨酸 以及正白氨酸 还有一些 弱氨酸 丝氨酸 那这些呢 都必须要在特殊情况下 才会被认为说是必须氨基酸的 那称为半必须氨基酸 也就是说 所谓的半必须氨基酸 是必须要在特殊的情况下 必须要有这个氨基酸 它才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 那么就称为半必须氨基酸 那另外呢 有一些叫做鸟氨酸 瓜氨酸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谢中间产物 那这些中间产物呢 也是一种氨基酸 但是它是属于代谢中所产生的一个产物 那这些氨基酸 那这些氨基酸也是可以用必须氨基酸 当作原料 然后代谢生成 比如说 本柄氨酸 就是经由代谢生成的弱氨酸 而甲硫氨酸呢 是经由代谢生成的半冠氨酸 但是弱氨酸 为本柄铜尿症 患者的必须氨基酸 因为本柄铜尿症呢 它是无法代谢 利用本柄氨酸 生成弱氨酸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结涕组织的胶原蛋白 那生态件为氨基酸的氨基 以缩基 互相见解 失去了一分子的水 而称为生态件 那形成这样的双生态 或者是三生态 以及多生态的化合物 那也就是说 氨基酸能够组成特定的蛋白质 比如说 红血球的血红蛋白 结涕组织的胶原蛋白 或者是肌肉的肌鸣蛋白 那还有其他的酵素 还有胰岛素 那这些通通称为 结涕组织的胶原蛋白 那至于蛋白质的一些一级结构 就像DNA RNA通通称为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因为蛋白质的多生态 会以非常简单的排列顺序 氢件或者是双流件 形成折叠紧密的结构 而形成所谓的一级结构 每一个蛋白质 自己有特有的氨基酸 组成与排列次序 那这个通通称为一级结构 蛋白质的一级结构 就像DNA跟RNA 那各级的结构信息 决定于氨基酸的次序 序列 那一级结构是蛋白质 最终结构的根本 那各级结构的讯息 都决定于氨基酸的序列 而氨基酸的序列 是根据DNA的核甘酸序列 转移而来 所以最终的信息 是存留在细胞核中的核酸中 那固定的氨基酸序列 有某种特定的生理功能 也就是说氨基酸序列 是由这个蛋白质的CDNA 经过分子群的直筛选出来的 在经过核酸定序后 转移成为氨基酸而来 一个固定的氨基酸序列 可能有某种特定的 生理功能 称之为信息序列 蛋白质整体的构成为氨基酸序列 就是取决这个诊断序列 所带的一个信息 那这个转载的信息呢 就是所谓的CDNA转过来的 那大部分蛋白质是属于三级结构 卷绕而成的一个球状 大部分的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卷绕形成的球状呢 已经是有特定构成的一个活性分子 那这个分子内呢 它的部分呢 是有 它的各部分呢 是有二级结构 再经过互相的结合 构成完整球形的一个三级结构 那所以构成的作用力呢 包括了离子键 氢键 输水键 金属离子 等作用 其中输水键 对于水溶性的蛋白质三级结构 是有稳定性的一个功能 那输水键 稳定蛋白质的核心 也就是说 水溶性的蛋白质的核心 非常紧密 大部分呢 都是由输水性的氨基酸所组成 那输水性的氨基酸 是为外界水环境所排斥 那它却可以稳定的包埋在分子的内部 维持非常完整的三级结构 那双流键所能加强的结构呢 就是说蛋白质分子内有两个半光氨栓上的一个流键可以经过氧化形成所谓的双流键 那这个双流键呢可以增加蛋白质的一个立体构造 所以我们称为说双流键能够加强蛋白质的一个构造 有些氨基酸的基团分别是带有正电或者是互电的电荷 在细胞中 双流键的形成可能是需要靠酵素的催化 那以氢键为主要的力量 那氢键并不是在α的一个螺旋内的一个肌骨上的一个所谓 氨跟氨或者是N跟H 也就是氮跟氢键所间解形成的那些氢键 而是氨基酸策略链集团之间所造成的氢键 空间上相接的这些氨基酸的集团 分别带有这些正护电荷者 也就可以以离子键分别的互相结合 那双流键的双的两个流分子 可以把蛋白质的背积 背脊骨接连在一起 也就是双流键 可以把蛋白质的两段脊骨架 脊骨这个两段的脊骨 就像一个架桥一般的接连在一起 也就是这个双流键 就像半光氨酸带有一个流键集团 它的氨基酸 当两个半光氨酸的流键集团 预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有氧化作用形成一个双流键 那这样的双流键就可以把蛋白质的两段脊骨架 像键桥架桥般的接连在一起 那水溶性的蛋白质的输水性氨基酸 都分别藏在分子的内部 以输水件稳定了 造成了一个核心 也就是说蛋白质的核心 大部分都是由这些输水性的氨基酸所组成 那所谓的蛋白质四级构造 是说很多蛋白质的三级结构 也就是说它们可以独立而成为有活性的分子 但是有些呢 就必须要再加上辅酵素 辅因子或者一个辅基分子 那这些呢能够再修饰成为 以糖分子就称为糖蛋白 如果是以脂蛋白来讲 就是要连接蛋白质跟脂肪 那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分子 都可以跟蛋白质结合 那就所谓形成了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就像血红蛋白 那蛋白质的氨基酸链 是需要经过切断 才会有活性 那有些蛋白质的氨基酸链 需要先经过这样子的切断 或者是剪接 或者是删除某段的一个生态 生态件以后 才能够有生理活性 那就像人体内的一个消化酵素 就是这样的 它有时候在人体的某些器官 是没有活性 但是到了肠 或者是十二指肠的时候 它就会被切断 就成为有活性的消化酵素 那破坏蛋白质分子的各级结构 那就会造成所谓蛋白质的一个变性 就像加热 或者是PH的剧烈变化 太高或者是太低的PH值 或者是尿素 界面活性剂 或者是剧烈的震荡 这些动作都会使得蛋白质的变性 那么变性的蛋白质大多会失去了活性 所以当条件去除之后 有些蛋白质会恢复 恢复成原有的活性 那就称为互性 蛋白质的一个互性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例题一 所谓的蛋白质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蛋白质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成为我们身体的主要结构 我们身体的结构包括肌肉骨骼 各个组织还有血液 身体的酵素抗体等等 都是蛋白质所构成的 那我们身体的蛋白质 可以维持我们的身体结构 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机能 维持我们的血液的酸碱平衡 还有包括了一些身体的组织的建造 以及修补 那这些都是蛋白质的一个主要功能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例题二 所谓的蛋的代谢平衡 蛋的代谢平衡 在一般正常人 我们是维持正常的一个平衡 就是一个balance 那这个nitrogen的一个balance呢 是包括了 就是你吃进去的蛋白质 所含的蛋的部分 跟排泄出去 从粪便中或者是皮肤以及尿中排出的蛋 总结的一个平衡 吃进去的跟排出去的 也就是input跟output 是达成一个balance的一个状态 我们称为蛋的一个代谢平衡 但是对于婴幼儿以及青少年而言 他们是必须要属于一个nitrogen的一个正蛋平衡 也就是说他的input要大于output 他才能够维持所谓的生长 那如果是生病中或者是减肥的人 他的蛋的代谢平衡 那可能就是一个负的代谢平衡 那也就是说他吃进去的蛋的代谢平衡 是比排出去的蛋的代谢平衡还要少的情况 那我们这个叫做蛋的代谢平衡 接下来我们介绍例题三 构成蛋白质的四个元素 主要元素 包括蛋、氢、氧 蛋、氢、氧、氮 碳、碳、氢、氧 那这四种元素是构成蛋白质的主要元素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例题四 氨基酸的基本构造 氨基酸的基本构造 就是一个碳的元素 它有四个榜币 它会跟四个 四个一个集团结合 这四个集团包括 氮 氮的氨基 跟缩基 还有一个氢或者是一个 一个光能基 那这样子呢 是一个氨基酸的一个基本构造 那这个基本构造结构是呢 可以会变化很多种氨基酸 那我们称为这个是氨基酸的基本构造 也就是说 一个主要的一个碳上面呢 就有四个连接了一个氨基 缩基 以及氢 氢 还有一个光能基 那这个我们称为氨基酸的基本结构 那再来我们说 立体物 何谓必须氨基酸 在人体中所谓的必须氨基酸是指的 人体不能自己合成 它必须要经由食物摄取得到的一个氨基酸 比如说白氨酸 义白氨酸 甲硫氨酸 黎氨酸 本饼氨酸 腔丁氨酸 色氨酸 结氨酸 那这五 这八个呢 就称为必须氨基酸 那一般人就是 这八个就是叫做他的必须氨基酸 可是对于婴儿以及病患 就还必须要有金氨酸跟主氨酸 就是说婴儿跟病患 必须要有十种必须氨基酸 它才能够维持身体的一个生长 以及生命的一个维持 好 那我们称为蛋白质的部分呢 有含了这些必须氨基酸 好 那总结与回顾的部分呢 在这里我们主要的课程呢 就是介绍了蛋白质的特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知道蛋白质的一个功能 还有了解了蛋白质主要的一个组成 那这些蛋白质它的特性呢 就是说包括蛋白质它像一个会变化的 它会跟周遭的环境 比如说脂肪蛋白质结合 那么就称为脂蛋白糖蛋白这些 那会建造修补我们身体的组织以及各个结构 那甚至于我们所谓的胶原蛋白等等都是属于蛋白质 包括我们身体的消化酵素 还有红血球 白血球 以及肌肉骨骼 这些组织通通通是蛋白质的主要特性 所以它是很容易受到酸减 或者是强烈的高温低温的温度而变化 所以说蛋白质它是很脆弱的 它有可能受到温度酸减值 还有就是一些特别的像尿素啦 或者是有机溶剂 这些都会破坏蛋白质的一个活性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一些组织也好 或者是酵素也好 都是很容易受到温度以及酸减 还有盐的浓度 这些会使得蛋白质变性 那你在街头上看到 那个在表演的蛋白质的变性里面 最多的就是像尖蛋 你看到蛋呢 从透明的蛋 然后呢就会变到蛋白就变成不透明 这就是一个非常的日常生活化 我们看到蛋白质的一个变性的一个特性 但是有些变化它是可以恢复 有些却不能恢复了 就像你尖蛋一样就不能再恢复成透明的一个蛋白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认识到蛋白质主要的成分 主要的成分蛋白质包括了碳氢氧氧氮这四个主要元素所组成 但是这些组成呢它是先结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氨基酸 那这个小小的氨基酸哦 它必须要氨基酸与氨基酸两两结合 就变成所谓的一个生态件 那这样的生态件呢它可以一直一直结合 一个一个结合串接在一起变成一个系列 这样的氨基酸系列呢这是一个有带有信徐的系列 它是受了我们身体的所谓的CDNA的指示 是结合而成的所形成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序列 氨基酸的序列 那这样的序列是有特殊的功能 它会形成特殊蛋白质的一个功能 那再来我们还会认识到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必须氨基酸 那这八种必须氨基酸就是一般的所谓成人的一个必须氨基酸 包括了白氨酸、易白氨酸、甲硫氨酸、黎氨酸、本炳氨酸、羌丁氨酸、色氨酸以及结氨酸 这是八个必须氨基酸 那另外呢婴儿以及病患就是需要金氨酸跟主氨酸再加进来 才叫做是属于它十种必须氨基酸 那最后我们还带了一个蛋白质的四级结构的一个介绍 那也就是说蛋白质的形成 它有可能是有一级结构的所谓的DNA以及RNA的构造 这种叫做一级的构造 那两两两两两两两的一个氨基酸的一个序列 接下来这些生态结合在一起 叫二级二级的一个结构 那二级的结构呢 有一个生态生态的一个序列结合了之后呢 就可能卷成一个球形啊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有所谓的beta sheet 就是一个有球状的有平面状的一个结构 那这些都是三级结构 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四级结构了 四级结构就是说这些三级结构的分子啊 蛋白质们他们会经过剪接之后 变成有活性的蛋白质 那就进入了所谓蛋白质的四级结构 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跟回顾 各位同学不知道有认识了蛋白质的 这个主要课程的内容了吗 那如果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或什么特别要在认识的话 那我们会后续还会更深入的介绍 有一些有关蛋白质的一些认识 以及除了它的特性之外 还有其他的蛋白质的需要量呢 各方面我们会在后续一个课程中会继续介绍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